恭喜朱婷恭喜张长宁 中国女排香港战营喜讯 蔡斌如是重负 中国女排如今 在香港战也是再次迎来的喜讯 对此我们中国女排的朱婷 中国女排的张长宁 以及主攻线上的王云露 现在也都是十分的欣喜 作为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蔡斌 现在也直接是如是重负 众多球迷也都知道 如今我们中国女排 面临的第二战世界女排联赛 对于如今我们的中国女排 现在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如今的我们中国女排 在第一战的比赛当中 也是直接拿下了一个四连胜 这样的一个战绩的 那么我们中国女排 在第二战的比赛当中 肯定也是需要去持续 去延续中国女排 第一战比赛四连胜的 从而为我们的中国女排 一举去拿下八连胜 甚至说直接去拿下 我们中国女排如今 在世界女排联赛当中的冠军的 所以说如今我们中国女排 现在面临的第二战女排联赛 对于我们的中国女排来说 也算得上是一个风向标了 如果顺利地拿下了 那么中国女排则会一路长红 如果说没有顺利拿下的话 那么我们中国女排 接下来的蜕变也是更加慢了 那么也就在这样关键的时刻 我们如今中国女排 现在却是迎来了一个喜讯 来助力这次的比赛的 中国女排香港战 如今也是迎来了一个喜讯 来助力中国女排拿下冠军的 众多球迷在近期当中 肯定也是能够很好的看到 如今的意大利女排 与塞尔维亚女排 现在也是正式的发布了 这次世界女排联赛在第二战的一个比赛名单了 在这个比赛名单当中 其实我们也能够很好的看出 如今这两支世界级强队 也仍然是以二队来出战的 那么在这次第二战的比赛里 就会更加有可能一直连败下去 从而连第三战的比赛 直接都不用去打了的 所以这个消息对于我们中国女排来说 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了 只要塞尔维亚女排 以及意大利女排像如今这样 继续地连败下去的话 我们中国女排在后续 肯定也是会随便地拿捏 这次的世界女排联赛 只要在第二战的比赛当中 稳定地输出 去拿下意大利波兰加拿大 这三支女排队伍之后 从而就能去一举地拿下 这次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的 这无疑也是凸显出来 为我们如今的中国女排 去完成崭新的蛻变 有着更加快的一个加速 以及更加快速地进程的 对此我们中国女排的张长宁 朱婷王云露这样的主攻手 现在也是非常欣喜的 并且蔡兵更是如释重负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大家听完就明白了 中国女排最新的喜讯 现在也是使得 我们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蔡兵 如释重负了的 因为我们的中国女排 现在虽然说实力 不足以去拿下 世界女排联赛当中的强队的 但是如今有了 新传来的这些喜讯 中国女排在后续比赛当中 肯定也是能够去拿下 更加优异的战绩的 那么我们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蔡兵 到时候在赛场当中 肯定也就是更加的放松了 因为只要中国女排没有压力 顺利地拿下了这次的比赛之后 我们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蔡兵 去带领中国女孩的一个实力 肯定也是会遭受大家的认可 然后紧接着 也是能够去带领我们中国女排 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 完成一个更加完美的蜕变 再次带领我们中国女排 站上世界之巅的 并且我们中国女排的张长宁以及朱婷 现在也是十分的欣喜了 因为只要蔡兵 在这一系列的比赛当中 没有丝毫的问题的话 他们也不会因为不能回归女排 进行一个太过的担忧 以及担心中国女排 输了比赛这样的事情了 最后也还是希望 中国女排能够 通过这次世界女排联赛 一举从低谷爬起吧 对此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球迷可以点赞关注 体育博学将持续更新体育资讯 下期更精彩